2014年2月19日举办的工商联谊季春酒茶会 为了了解国内工商业实际发展情况 和分享新观念与技术 邀请到台湾星河深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廉金 系纸社区大学执行长张首一 美照健康顾问有限公司赖宜文 联衣实业有限公司经理詹志贤 和独家报导以及商聚网等公司参与此次盛会 对于现在媒体竞争白乐化 新闻逐渐沦为有心人士宣传炒作的工具 选择暴增导善暴增导症的正面思维 选择影恶扬善 光明正向的题材报导 独家报导透过锁定VIP顶级课程的特殊通路 来达成这样的理想 有别于一般纸本杂志以平面媒体的思维 制作影音专题 独家报导直接沿南演艺圈人才来混血 形成平媒与影剧混血的新传媒 达到数位汇流 跨媒体整合的新平台 许多业者透过工商联谊会 达到增加生意的机会 并发展出长期有意义的商务专业领域的人际网络 也让独家报导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曝光管道